在上一轮里 差一点点把杨门击败的相声演员颜鹤翔 一个相声演员在我们脱口秀的舞台上 差点给我们脱口秀演员干掉 我就吸取了教训 所以今天呢就让他开场 大家都知道开场是非常难的 颜老师非常有实力 但是我有设计 是吧 让我们有请颜鹤翔 大家好 我是永远队的颜鹤翔 哎呀 到了第二轮了 其实我很发愁 你知道吗 因为我身上跟这些嘉宾比 真的是没有什么槽点 你说吐槽大会没有槽点 我怎么往下走呢 后来逼得我都开始给自个儿创造槽点了 哼 不藏上噎啥 杨丽就是我举报的 真行 因为我觉得夏老师肯定不是杨丽那样 杨丽好像不是这场 无所谓 反正我现在有槽点了 这个说是李大 李大这些年真的是越来越油腻 好多人看着李大马上就说 中年人真有油腻 但我就觉得你们真是啊 你们要骂李大 你们就骂李大 你骂我们中年男人干嘛 所以李大这口油锅 我们不背 那我们应该背什么呢 要背就背 海天火锅 海天火锅 艾可蜜火锅底料 新疆番茄 云贵酸汤 广式海鲜 韩式部队 日式受洗 出不出户就吃遍世界风味 而且一点也不油 比李蛋清淡多了 好 幸福啊 杨丽是幸福 而且中年男人就非得油腻嘛 不见得 现场所有中年男人夹在一块 也没有现场一个青年人油 张大 你们看看张大 这么年轻就这么的油 天生油 张大个自个儿不抽烟啊 因为怕把自个儿点着了 别人给张大的点烟 点完了 赶紧就得跑 一边跑还得一点喊 人手吧 张大大 说说许致远老师啊 一个知识分子 怎么听说还卖过鞋呀 然后听说还卖特别贵 298块钱一双 你说一双人字托你卖298 你还是不是个人 而且那个人字托我看了 就是一双普通的人字托嘛 我就不明白了 这个人字托 明明看上去这么普通 他怎么就这么自信呢 难道是卖他的人没有底线吗 你的这些句子都真好 你去现场吧 太好使了 我就说了嘛 就是我举报了 金星老师 哎呦 金星老师 这个我听说现在也转孩了啊 改直播带货 他好像效果不太好 挺好的 我告诉你们是什么原因啊 因为金星老师的观众啊都是中老年 一听说金星老师要直播带货了 早早就坐在电视机前等着 你等就是好几个小时啊 还有那些岁数更大的 把收音机都拿出来 一边对这个天线 一边还得说呢 哎呦 到底是哪个频段播呀 我的老baby 你看一鼓掌你们就知道 刚才最后这个不是别人 就是张小刚 老baby也是你叫的 我刚才坐在后边我不敢说你 你怎么这么爱组CP呀 上一场就跟人伊丽静组CP 然后这场又跟人金星老师组CP 你到这儿是来找老伴的吗 我就拿了 而且您不要认为人家岁数大 就愿意搭理你 那张小刚这种人啊 他是的就找老子捏你 这个坏老头都糟的狠 我告诉你 但是啊 现场有一对真CP 你看 从名字上就能看出来 王建国 李雪芹 这名一听就是一个村的 你知不知道 俩开着雪国列车一进村 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 一边坐车 还在一边喊 乡亲们呐 我是列秦 租CP老赚钱了 说一下主咖啡呀 直播界的带货一解 哎呀 这个真是 因为他带的货特别多 而且种类特别的全 能力也特别的强 就粉丝们认为 在薇娅直播间 就没有不能买的东西 我们那儿孟高堂 也去过你直播间 后来差点没回来 因为粉丝们出的钱 薇娅真的动心了 所以有的时候 不能跟薇娅同框 你知道吗 跟她同框 不是同框 那是上架 张大大 哎呦对对 张大大也去过薇娅的直播间 粉丝们反响很热烈 都是骂张大大 粉丝们一边购物 一边骂张大大 也没办法 都不能耽误 买东西的是物质需要 骂张大大是条件反射 而且你看粉丝们 在直播间都说了 薇娅真充粉 专门把张大大 请过来让我们骂 兄弟们要克制 别把脏话打在公屏上 其实啊 其实直播带货 跟我们说相差不多 相应员也能自个儿 直播带货 我们要带货 那就跟我们传统相应 叫卖图里边的卖青菜一样 我给你学学啊 来了您各位 我把今天我要带货的 给您吆喝吆喝啊 您来听听 高光 比比霜头 眼线眼影 眼睫毛 带卖口红泪 有折扣 有折扣 大折扣 小折扣 我们的简笔 幽灰 圈儿来 还给您包邮 嘞 恶福啊 这家谁能等着我呢 恶福 其实作为一个男生 我为什么对化妆品这么了解呢 其实还是因为我平时特别喜欢看李佳琪的直播 谢谢大家 我是颜色强 还真挺好 真挺好 真挺好 这一开场那么炸 我觉得大家都紧张了